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不用修 修并非修 你当无修而修 修而不修 那是修还是不修呢 但莫污染 你要修 但不要被污染 起修皆妄动 因为自性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本来的样子没问题 你只要恢复它 而非增加什么 很多人修行常常想增加什么 比如有解无形 拼命看书 没有实际的修行 便会徒增写见 有的人不喜欢读书 别人叫他修行 念佛 持咒 诵经 他都拼命地做 这是有形无解 徒增于吃 如何教现在的孩子孝顺父母呢 用我的公式 还是要教 教他不被污染就好了 大家已经被污染了 孝顺子女是天经地义的 是应该的 他只要不再被不孝的概念污染 他就孝顺了 同理 你为什么拼命往外追求 你只要不被这些概念污染了 你自然就明心见性 自然就回来了 且能清清楚楚 看到自己 你要守住什么 要守住你的心吗 六祖曰 无助为人之本性 金刚经曰 无助身心 既然是无助 你把它守住 就是不对的 修行人 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 但还要用心 而非心不敢动 好像很害怕 乱用经典的话 说 起心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经典的话是对的 但你乱套用就不对 法荣禅师曰 将心守静 由未闻病 心不属静 义不属动 故不要在动静 两边下功夫 心是拿来妙用的 是拿来善待自己 和别人的 拿来利益自己 和别人的 这才是智慧 才是十字本心 叫你好好修行 你回去满脑子就想 我现在要怎么修 但志通说 你起个念头要修行 这叫做妄动 即你的妄心在启动 不要起吗 守住非真经 也不对 希望念头不要起 你保持这种不起念头的概念 你的自信 就不能产生妙用 你起也不对 你起也不对 不起也不对 起修就是只有 守住就是落空 念头要不要起 要 但是一起就是妄动 怎么办 念头本来就在起了 所以叫修念 但是一般人起的念头 有动机 就叫做妄 你的潜意识 都是有动机 目的的 你好好观察 念头要起 但没有目的 动机 如何能做得到 你听我讲很困难 我请你来做实验 我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来 你好好念阿弥陀佛 一句句慢慢念 念得自然点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时 你的内在有动机 目的吗 我现在不是证明给你看了吗 这时候 你的念头是没有念头的 也是无需有目的的 但是你不肯 一个有动机 有目的的人 他的心是永远不会止息 妄心是死不了的 怎么修也没有办法 我这会叫他念三句 他的心就死三句 不过 你念阿弥陀佛时 心也不一定就不会打妄想 有时候 也会打 但是你刚开始站在这里 真的没有打妄想 那么 训练了 不就得了吗 你有体悟了吗 回去好好念每一句 没有动机 没有目的 奇怪 怎么无缘无故就开悟了 你想这想那 怎么能开悟呢 六族解释过无念 无者 无二相 无诸臣劳之心 念者 念真如本性 你不是想要无念吗 无念并非没有念头 而是无二相 即 没有分别对待 没有分别对待 你自然就能止息一切尘牢 内在没有任何动机 你自然就能无二相 你内在没有分别对待 你只是单纯的做 单纯的起念 念什么 念者 念真如本性 念念都是真如本性 念念都是佛 故才请他念佛 你们对任何概念 不要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认知 他可以讲得很深很深 这样就可以离开起修的妄想 也不会掉入守住非真经的陷阱 文后思维 如何止息内心的动机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组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